哈喽大家好,我是苏阿 本期阿罗兹介绍的角色是 作品中的第一男主角 使用灭龙魔法的佛兹灭龙魔导师 纳兹·多拉格尼尔 初中场的纳兹展出樱花式的刺激短头发 一双金牙贝格雷驻嘲的上吊眼 脖子上有也是一条个人非常重视 有灵片般画完的围巾 左腕上它是一个黑色护腕 而右肩上纹着腰围工艺的文章 虽然这一套无袖 而且带有金色的黑色背心 以及白色的裤子 他个性直率,毫无心急,又带了点脱线 竟然喜欢搞些恶作剧来针对路西和格雷 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依照自己的本能行动的 就如同一个单细胞动物一样 在战斗的时候,却展出机制敏锐的一面 说出他有着很强的战斗直觉 但是对于工会们的伙伴是非常重视的 有如青森家人一样的爱护以及珍惜 或者说整个腰围工会都会有这样的信念 只要伙伴们被人嘲笑或者伤害的话 会感到非常生气 只要为他们讨回工道来打倒敌人 同时对于不珍惜伙伴的对方 也感到不喜欢以及气愤 经常会有异器用事的情况 达自己差点出手 而伙伴们会好的安抚 其心情来从长计谋 那则家卫在马格罗利亚城镇的家外 家外面有一个牌子 其实自己和哈比的名字 来证明是自己的家 虽然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摆放的非常凌乱 但却充满着意义 尤其里面都是和路西之间出任务 所用过的事物和纪念品等等 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宝物 假如说她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认为重要 以及有价值的东西 在作品中 那则的官方CP为路西哈德菲利亚 一位使用性灵魔法的大小姐 两人总是会在一起做任务 配复相包容以及谅解着对方 虽然两人经常都打情骂俏的 但实际上好像没有那个意思就对了 对或者说 那则就是伴族式老虎 经常主要去聊路西 反而是路西这一边没有反应过来而已 但是把路西当时比家人还要重要的存在 最后一个小故事里面 路西意外的使用了过期后的药水 把自己变成了透明化 既然所有大家都尽力去让她恢复模样了 那结果的时间的推进 导致路西的存在慢慢的消失了 所有的伙伴们都忘记了她的存在 唯独纳兹在出任务的时候 伊朗还记得会约路西一起去 这才让路西得以证明她的存在 这让我了解到原来纳兹是多么的关心着路西的 既然未来可以看到我们在一起 成为下路党的狂喜吧 那首先的魔法和灭龙魔法是因为能够使用 佛炎的佛制灭龙魔导师 成为佛龙 而灭龙魔法是一种能够把自己的体质 转变成龙的体质 用来施杀龙的太古魔法 而从而给纳兹的这个魔法的老师 变成她的养父伊格尼尔了 因为纳兹所掌握的是佛炎元素的灭龙魔法 所以能够吞噬各种各样的佛炎来当作自己的食物 来补足体力和增强魔力 他还是很强了灭龙魔法 但也有其缺点 最为客观的是对交通工具没辙 作比刚才就可以看到纳兹因趁着交通工具时 会感到严重的晕车 而完全做不了任何事情 只要后续靠到温迪的治愈魔法 能够帮自己消除晕圈的感觉 但只有营用太多 导致效果也越来越差了 但是经常会被哈比在天上飞 但不会有任何的事情 因为自己认为哈比是伙伴 而不是交通工具 所以才没事的 但是出生于400年前的时代 是杰尔夫多拉格尼尔的弟弟 他们的父母就在一个小村庄里 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就在某一天 和父母一起死于龙族的袭击 为了能够复活死去的自己 作为一个格勒杰尔夫 进入了米尔底安研究魔法 去探讨着有关生与死的奥秘 就在此时 杰尔夫因研究有关生与死的奥秘 触犯了禁忌 被安格斯拉姆神诅作 变成了不死之身 之后利用纳兹的身体 创造出了杰尔夫之室中最强的恶魔 END 也就是埃德利亚斯 纳兹多拉格尼尔 同时是让复活弟弟 创造出最强的恶魔来杀死自己 被复活过来的纳兹很调皮 没有人之前与杰尔夫的回忆 事实的杰尔夫 又让伊格尼尔 是一条能与人类共存的龙 当时被了解了一个计划 也就是为了打倒黑龙 阿古洛基亚 就有五位被选中的孩子 来学习灭龙魔法 并也送往未来 而纳兹就是其中一位了 由伊格尼尔亲自教授佛音的灭龙魔法 以及阿纳哈德菲利亚 来传出有关文化的知识 纳兹便从中认识了文字 语言以及魔法 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纳兹最为幸福 以及最为快乐的时光了 给了自己的养父一个年 一起生活以及学习魔法 同时也认识了同事灭龙魔导师的四位孩子 之后阿纳通过卡尔开日式之门 将五位孩子送往未来 在400年后的世界 由露西的母亲 为了哈德菲利亚以王道蛇宫的钥匙 开启了日式之门 而那时就像在777年7月7日苏醒 而且伊格尼尔突然间消在自己的面前 得到非常突兀和伤心 之后一直都到处流浪 来寻找伊格尼尔的踪影 但始终都找不到 就在这里寻找伊格尼尔的旅途中 经过马可罗夫的建议下 在了魔导师各位妖精的尾巴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伙伴 现在经常脱衣服和自己坐地的葛瑞 让人感到恐怖害怕的艾鲁莎 苏卡勒陀 如同青梅珠玛的 里莎娜 史特朗斯 以及其他有趣且友好的伙伴 被他感受到伊格尾公园 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庭 就在某一日 他在森林中 结了一个巨大的蛋 以为是龙的蛋而感到极度兴奋 变了里莎娜一同去腐化他 从而大出一只会说人话的蓝色猫咪 在当时的那一刻 整个公园的氛围都充满着愉快 以及高兴 被将猫咪取名为哈比 意识为能够带来幸福快乐的小猫咪 之后那时便和哈比一同生活在一起 一起组队去做任务 然后就叫形影不离的家人 在故事的一开始 那时从无伙伴们那里得知到 哈鲁基翁有佛龙的情话 认为佛龙指的是伊格尼尔 所以哈比顺着佛车前往哈鲁基翁 又得知人群中含着佛龙的名字 那时兴奋的冲进人群 但看到的却不是伊格尼尔 而是一位制成佛龙的魔导师 他瞬间感到沮丧 导致佛龙的一群女粉丝来攻击自己 由于自己误打误撞 闯入近人群众 拯救了被魅惑吸引住的露西 所以感激 露西便请了他和哈比吃了一顿饭 还听到露西唐龙道想要加入药尾公会的梦想 结果非常感恩露西 愿意报答自己而请了这一餐 过了一阵子 时间来到了晚上 他无意监听到佛龙 就而是妖精尾巴的魔导师 而感到怀疑 便闯进了佛龙的船上 表明了自己是妖精尾巴的纳兹 从来就没有见过他这一位魔导师 虽然得知对方为前进人之逼的魔导师波拉 但完全不感兴趣 单纯不满对方 竟然试图玷污位的名声 被波拉交战了起来 结果轻而易举的打败了波拉 接着哈比一起带着露西逃跑 但露西就想要加入妖精尾巴 并邀请她加入 而露西也很辛兰的接受了这个邀请 就这样的纳兹带着露西回到了要围攻 会让露西顺利的成为公会的一份子 那才看着任务委托办事 罗密尔已经担心着父亲马卡欧 接着讨伐瓦肯的委托 直到一周了都还没有回来 而向马卡洛夫质问状况 但没能得到帮助 他同行着罗密尔的困境 逼着自己也没能找到一个尼尔 便决定来到哈克背上 去寻找失去年纪的马卡欧 露西碰起来陪同了两人 但却被瓦肯袭击而被绑了回去 他认为马卡洛的失踪是和瓦肯有关的 便向他进攻 虽然误打误葬的把露西的塔罗斯给打倒 但最后还是成功打败了瓦肯 然后发现瓦肯实际上是被对方接受了的马卡欧 来到马卡欧为了罗密尔 成功占了19个瓦肯 而替他开心 这便带马卡欧回去见罗密尔 好让两父子得以重聚 自己也感到安心了 在阿巴大哉片中 纳之与哈比 露西组成了一个队伍 去执行一个销毁目标术节日出的任务 让露西有着一头美丽的金发 别让露西去假装成为对方需要的女佣来面试 但很快被对方给拒绝聘用 原来自己打的进去突袭计划的 但在露西的建议下 突出的潜入祈福底 来找出书籍 然后还玩起了忍者游戏 后来找到了书籍后 贝阿巴公爵发现他们的目的 而叛了来自于蓝房子狼的佣兵工会 和尼秀兄弟 那便和他们交战了起来 虽然说 尼秀兄弟制他们很强 甚至他还长得出核体积 天地消灭沙法 但那时依然轻易地打败了他们 结果意外转称了巴鲁格 来到了下水道 便在露西的建议下 把巴鲁格给打败了 最后露西解决了论事中的秘密 完成了委托 但觉得不收酬劳 毕竟他们拼没有实际 再有一道书籍 在《铁资生》片中 就在阿尔萨的拜托下 和他 格瑞 以及露西组中的最强小队 直接破坏暗黑工会铁资生 其中想要利用Lullaby 来进行屠杀的计划 他表示自己可以参与这次的委托 但其实是阿尔萨愿意在结束后 和自己来一场对战 阿尔萨爽快地答应了他 在这次的委托下 他就想要阻碍着自己的影山 经常的便把影山给打倒 来逼迫 才是阻摸埃力高尔的下落 就靠着巴鲁格的帮忙下 捞出了被封闭 威莱德的车站 让哈比最快的速度 赶上了这样去洗击工会会长的埃力高尔 反而便展开了交战 接近埃力高尔所做了风魔法 连着自己的佛制灭龙魔法 则的差点掉下去悬崖 大家在想起马卡尔曾有说过 可以通过改变其性质 来制造出任何形状的佛验 便制造出如同大手一样的佛验 把自己给救了上来 接着聘语充满着感性的佛验 把力高尔寻生的风支铠甲给夺走 巴拉给打败了 就在自己与葛雷和艾尔萨合理同 把勒勒拜所变成的巨大恶魔 给打败了 在勒勒拜事件回来 后那次艾尔萨进行了之前所谓的交战 大概打到一半的时候 艾尔萨却被平原的人给抓去审判 有关破坏公共建筑的问题 因那执行的艾尔萨 便拜托马卡罗帮忙自己伪装 然后冲过去平原来伪装 使艾尔萨去顶罪 但事实上只是走流程而已 并不会实际顶罪而感到放心 就从这一点来看 他是非常珍惜的伙伴的 过了不久 那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给公园人看 和哈比路西 以及半途交流的葛雷 去执行加尔纳德的X级任务 这种人意外发现了 格雷的师兄利昂 居度要复活恶魔戴利欧拉 却也打算杀害宝上的村民 为了保护村民们 这次向他们进攻 为了因此对上利昂的手下 尤卡托比 其他便把两位给打败了 最后想要阻止利昂等人 复活赖利欧拉 破坏了遗迹 而是月之地 没办法遭到戴利欧拉 而影响到复活的进度 他被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萨鲁迪给复活了遗迹 他便让格雷的力量交战 而自己跑去找萨鲁迪算账 所以也和萨鲁迪交战了起来 结果一场激烈的交战后 他将萨鲁迪给打败了 但很可惜 戴利欧拉被脱皮 使用月之地复活了 格雷便赶到来现场 以绝对兵杰来阻止戴利欧拉 但此时纳兹站在格雷的面前表示 我想您死 你才阻止您的 你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 之后的他便向进攻 过来戴利欧拉还手 就在此时 戴利欧拉的身体慢慢的开始分裂 最终完全碎掉而漏入了大海人 只有纳资与阿尔萨等人 一起破除了加拿大岛上的诅咒 而完成了这次的维X级任务 在优鬼支配者片中 因为公位被优鬼的成员们擅自破坏 加上公位成员受到了他们的袭击 便开始向优鬼宣战 并且铁龙隔继有着短暂的交手 在马卡洛夫被对方偷袭后 打算撤退时 接着到路西被他们给掳走了 对着优鬼的其中一位成员 来逼迫交出有关路西的具体位置 接着到被关注了总部后 后续得以成功解救了路西 但是在看到沮丧者的路西 温柔的安慰者路西 不需要为现在否发生的事情感到自责 因为她可是公会中的一员 公位成员都会帮助她的 就在优鬼打以魔导炮木星来攻击公会时 她潜入进其中 和优鬼四元素之一 佛元素的兔兔玩交战 虽然一开始被兔兔玩控制住自己的佛元 而还不了手 她靠在自己的聪明下 阻止了木星的发动 却也顺利地倒败了兔兔玩 接着纳兔在面对上风云式的阿利亚时 介入了危机 就会在阿尔茨的登场下 才得以解救 在阿尔茨的鼓励下 她即使从哥吉尔的手中 救下了路西 也在因此找看了一场激战 就在对战的过程中 因为魔力消耗过多 得到被哥吉尔压着来打 她好在路西的帮助下 补充了火焰 从中得以恢复了体力 再讲她自己所在的公会信念下 才得以获胜了哥吉尔 就在柜长马克罗夫 打败了约瑟后 成功结束了这一个篇章 之后纳茨有尝试去向哥吉尔 打听有关伊格尼的消息 再来得知 原来哥吉尔也是和自己 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他们的龙 都在777年 7月7日 同时一起失踪了 感到好奇 在热院之塔片中 纳茨因路西 等了一起去享受 男的休假时 被希勒艾尔莎的伙伴 沃利给吸紧 所以他们还把 艾尔莎和于哈比给掳走了 他被凭着自己名锐的嗅姐 成功地追踪到艾尔莎的所在地 与众人一起潜入进热园 池才来拯救艾尔莎 在确定艾尔莎的安全后 他跑去寻找哈比的位置 意外的 到了一间 有很多猫咪装饰品的房间 最好奇下 戴上了一个巨大的猫咪头套 他发现他被卡住了 而脱不下来 此时 那种沃利在暗中要伏击他时 被赶过了米莉安娜给阻止了 因为杰莎尔莎就像一只真正的猫咪 但爱猫之人的米莉安娜不愿意下手 就因自己丧射哪个猫咪攻击来抵挡对方的攻击时 然后被对方确认不是猫咪而被绑了起来 所以他凭着自己的机制 变成是一只痛苦虫的猫咪 好让米莉安娜感到怜悯 而解开了自己的束缚 之后 便将沃利和米莉安娜都给击败了 之后杰莎宣布任由游戏的开幕后 纳斯试图接哈比特魔法 然后往杰莎的方向前进 而受到肖的阻拦 而便开始交证了起来 只要利和纳斯会晕眩将的工具这一点 让他被自己的翅膀固定得在空中 飞来飞去的 之后已经快不醒人事后 一打口就把他给吞了下来 来吸收其魔法 结果在赶过来的格雷尔帮助下 然后把肖给击败 而让自己得以出来了 之后纳斯从西门那边听到 阿尔莎拿来与杰莎同归于尽来解决所有的事情后 感到十分担心阿尔莎的安危 而否刺的冲上去塔顶 便及时阻止自己当作悉品的阿尔莎 还看见阿尔莎的眼泪后 表示不想见到如此悲伤的阿尔莎 结果阿尔莎在经过这一场噩梦后 可以振作回来作为原本坚强的自己 而自己是绝对不放过让阿尔莎 顾气的男人的 说完后便与杰莎交战了起来 此时强大魔力的杰莎不停的向她进行攻击 使得自己络意下风完全还不了手 就在希蒙为了阿尔莎付出了生命后 使阿尔莎感到极度的伤心 此时此刻的那只怒气子已经爆满了 愤怒着刺下了面前的魔导精灵力 爆发出一种很相似的初代龙之力 于杰莎尔再次的交战了起来 就得以打倒了杰莎尔 为了热源之塔要被巨大的爆炸吞没时 阿尔莎选择自我牺牲 去救身边的伙伴们来稳定热源之塔 就在阿尔莎的帮忙下 得以稳定热源之塔 而那只也顺利的救下了阿尔莎 却也希望她不要再做牺牲这样的事情了 在腰尾内战片中 就在拉克萨的一生的宣布下 以石化的腰筋尾巴下级的参与者作为人质 强制国内圈去参与所谓的工会的最强决定赛 这个本来信心满满的 只要去打败拉克萨斯德 这边弗里的术士魔法也困在了里头 奇怪的是 此术士严格来说 只能困在了石像 或了80岁以上的人而已 而他一眼望过去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80岁以上的人 而感到十分疑惑 实际上的原因大概是 他的体内有着一个年里的存在 也至于是400年前出生的人吧 最后看到格吉尔在工会内 想让他也尝试看看 但同样也像自己一样 被困在了工会里面 那时才被迫决定去拯救阿尔莎 然后通过佛音来解开被石化的阿尔莎 所以阿尔莎得以解开石化的身体后 顺利的倒拜艾巴格林 则被石化的成员们都被解开了石化 之后被解开了石化的瑞比 以自己的姿势成功改写了术士 让纳兹与格吉尔能够离开工会 并向阿尔莎莎进攻 最后自己与阿尔莎 同时也来到了卡蒂阿大驾刚时 后对了Mr.刚 知道其真实面孔就像杰拉尔一样 而被他给溜走了 最后纳兹与阿尔莎 年头一起去进攻拉格萨斯 随着想到拉格萨的神明殿 竟然要发动了 阿尔莎便托付他 要尽全力去打败面前的拉格萨斯 而自己与伙伴们 会搞定在办公中的神明殿的 最后纳人把神明殿给破解掉后 拉格萨感到十分的生气 不停的向他进攻 直到格吉尔登场 于他达成医治 并让拉格萨进攻 虽然两人通过自己的灭龙魔法 来进攻拉格萨斯 但拉格萨并没有受到太阳中的伤势 反而杰克兰自己也是灭龙魔导师的一员 而一只灭龙魔导师来重创了他们 所以拉格萨斯发动了妖精的法律 来杀掉整个称赞的所有人 去重建工会 在发动后 每个人都毫发无伤的 认为拉格萨斯的心其实还是善良的 所以骗不了魔法 结果纳斯在这的战了起来 和拉格萨的交战 就在拉格萨斯丢出了致命的一击石 一盘的格吉尔把自己当作是碧蕊针 寄出了7攻击 又让他得以还手 就在自己的灭龙奥律下 把拉格萨斯给打败了 在六魔将军片中 这麦公园为了讨伐爱美国的六魔将军 包括妖精尾巴 公园在内与其他三个工会 组成一个工会年纪去打倒他们 以拉格萨被毒龙科布拉的宠物 全部流失 咬伤 导致中毒了 在下路了的建议下 需要作为天空之灭龙魔导师的温迪 来解开阿拉格萨的毒 中了便前往去寻找温迪和哈比 就在纳兹找到六魔将军的长生处后 发现到温迪的身后 却出现了吉拉尔感到震惊 就在青世天巴斯的香的帮助下 成功地把温迪带来到阿拉格萨的身边 来自于阿拉格萨身上的毒 就在尼盘被吉拉尔唤醒后 他得知吉拉尔就在那边 然后上席去阻止吉拉尔而赶了过去 就被伪装成格雷德·杰明尼的偷袭 他自己晕在了木筏中 就在露西的伙伴们的出现下 将暗吉尔给打败 自己才得以醒了过来 贝尔换上了一套和露西一队的性灵符 就在纳兹发现六魔将军的首脑 开始超过正尼盘 他会阻止踏实 被科布拉给阻碍着自己 所以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由于科布拉可以通过灵塘的心声 得到所有来自于他的进攻思路 从中得以避开攻击 但他只有好办法 让自己的心不去想任何事情 来栖息科布拉 则科布拉只能透露出自己 是二代灭龙魔导师 毒龙的身份 在这儿还能干了激烈的交战 就在他受到了科布拉的连续攻击下 身体之间的受到麻痹以及疼痛 就让科布拉找到机会来秒掉那只 他不愿意就这样输掉 发出了如同龙子跑去的闲叫神 让有着敏锐听觉的科布拉 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科布拉依旧不想放弃 想要击败他 可是被一旁的首脑给袭击 而倒了下来 所以在全员六门前都倒下后 真正的会长吴 苏醒了过来 向那只等人进攻 因此那的等人都被吴 摇倒性的力量给打倒了 在同伴们的信念之时下 才是站了起来 经过了解后 这次到需要同时摧 涅槃的六个魔水晶 就能停止掉涅槃 所以各自都选择了魔水晶 而前往去破坏 而纳兹拳的第一个魔水晶 吴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则是双方才跟那场激烈的交战 在他们的交战期间 杰拉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次原本还怪众与杰拉 而有关之间在让艾尔莎哭泣过的事情 但此时的杰拉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记忆 只剩了纳兹而已 想要是纳兹能够打败以前的吴 而送出了惩戒之言 把这六嘴到杰拉尔的好意后 接下了惩戒之言 让自己瞬间爆发了一股力量 再次进入了龙之力的魔士 和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吴发觉自己一直被纳兹给压着来打 便使出了终极奥义 创世纪吴把困在了禁止的空间中 就在一个年的记忆 他勇气信念下 打破了创世纪吴的空间 以灭龙奥义不知佛心 红年凤王剑将吴连头魔水晶都给打败了 同一时间 夏成员也陆陆续的打破了魔水晶 则捏盘给击毁了 从六魔世界归来后 纳子的灵人从百年路回来的基尔达斯 基尔达斯向他透露 这一家任务中遇到了黑龙阿古洛基亚 认为这条黑龙绝对不是人类的朋友 而是敌人 那得以提防一下 就在伊多拉斯片中 因为阿尼玛的发动 导致工会以及整个玛格里亚城镇 都被吸入进伊多拉斯世界 而纳子的问题因是灭龙魔导戏的关系 并没有被吸收过去 就在那条路的解释下 决定前往伊多拉斯世界来拯救伙伴 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个 有着颠倒更新的妖精尾巴的成员们 在其中 既然还看到了已经过世了的里莎娜 感到十分的惊讶以及感动 所以在对方的解释下 国外的成员们都变成了魔水精 为王国 并尝试想尽办法去潜入王国 可见这事实的 他们都使用不了魔法 而感到有点不思所措 尽管在伊多拉斯的带领下 成功买下了当地的魔法 同时也偶遇到了这里的路西 之后还被伊多拉斯救下了自己 而被送往了王国去拯救工会成员 在王国时那里看到魔水精 被国王和人虐待时 感到非常的生气 而且好好的教训国王的 但路西不想看他的义气用事 而阻止了下来 接着在了下路已经陆西的作战下 四度潜入进王国来解救工会成员 他意外的被对方给埋伏 而被抓了回去 之后的纳子与温迪 被王国的拜罗参谋长 不停的吸取魔力 之后在恢复了魔力后 闯入了游乐园 配合魔战队长随时交战 其中被随时的魔法 让自己坐在空中内蛇上 得了心动不能 后续躲在了怪兽圈里头 无意间碰上了万能 搬装演员像 而路西玩了一会 有款各种各样的换装 这相信这路西的魅力 可以吸引到修斯 反而对修斯无效 而惹了一群怪兽们的进攻 就在自己爆发了灭龙的力量后 把修斯念头外面的拜罗给打败了 接着得知到 对方想要把魔水精和超越者王国 阿克斯塔利亚相撞 来获得永恒的魔力 但是得了被通知超越者全员 以信念的加持下 拼尽全力 才得以保住了阿克斯利亚的 和魔水精 然后王国依然不愿放弃 尝试派出士兵来进攻 那只等人 同时国王派出了 禁忌兵器龙骑士 试图去追杀 那只等人去超越者门 此时的灭龙魔导师 那只隔绝于文迪战了出来 被国王的龙骑士 一同交战了起来 当然进了区乎所有的魔力 但完全抵挡不住 面前龙骑士 对魔力差点要用禁食 他依旧不愿意放弃 表示 如果今天的魔力用完的话 那就把明天的份也挤出来用 这一句话 鼓舞了另外两人的士气 三人被再次一起合作 到处空港 丁组一起输出了年和祭 最后得以打败了国王的人骑士 就在明斯科卡王伊杜拉斯的魔力 逆了去阿斯兰特时 做了一次大母王的角色 让明斯科卡作为王子 把自己给打败 来获得民众的信赖 进而成为新的国王 来带领民众 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然后那只等人 超越者们都被信录回阿斯兰特 而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因此见了也一起回来的里莎娜 直知道当年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死亡 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也终于回到了九位的工会了 在伊多拉斯的事件后 工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S级魔导师升级考试 但是得以成功被选中 为能够看得考试的起头一约 而感到高兴 与哈比一起组在看得了考试 在考试的第一关 他升级在路口一 面前会有艾尔莎 便跑了进去 但实际上 遇到了全是吉尔达斯 虽然吉尔达斯很强 然而他依旧不放弃 使尽了自己的所有的魔力 去打败面前的吉尔达斯 逐中一度被吉尔达斯的分解 把自己变成了很多的Sector的自己 他依旧勇往直前去打败吉尔达斯 这一股勇气 恨着吉尔达斯的欣赏 所以便释放出自己 极度恐怖的高强魔力 让他看看什么是战力的悬殊 他从中感到恐惧感 而显得跪地认输了 吉尔达斯认为 他从中学到了恐惧的重要性 因为懂得恐惧 自然就能明白到自己的弱小 竟然可以变得更大的强大与善良 让他成功通过第一关 可以祝福着他 可以顺利地成为S级魔导师 在考试的第二关时 那只偶遇到黑魔导师杰达斯 他就完全不及了面前的人 其实是他的亲人 杰达斯认为那只还没准备好 而上次离开了 同时自己身上的围巾 也被杰达斯所发出的死亡狩猎给救了 所以在暗黑宫会 被恶魔心脏为了获得姐夫 而进攻了天蓝岛 那只便遇上了念一句 也就是战克勒 双方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由于战克勒使用的是 佛之灭神魔法 即使展出来的魔厌 那只发觉到不能吞死 而一直受到哀打 所以在堵上了自己的性命 把体内的魔力清掉后 成功吸收了战克勒的火焰 便也使出了龙神的黄炎 将战克勒给击败了 就在文体的治疗下 得以恢复 找到了乌鲁提亚 认为面积的他就像是当初在 刘鲁提亚的萨鲁提一样 有着一模一样的香水味 从而便展开了交战 其中五一间碰射了 路西和华雁的战斗 便在此与路西 组成了一队来迎战华雁 最后依靠在自己的好主意下 操控着华雁的小舟人偶 让路西充满着自己的火焰 将华雁给打败了 最后在前去与伙伴会合的途中 遇上了恶魔型的副首领 布鲁罗特 所以对法老公立魔法下 完全都动弹不了 结果在简单的登场下 才得以解救 最后纳织最强小队的成员 一起迎战恶魔型的会长哈迪斯 虽然中了一度 被哈迪斯亚道姓的实力给击打 但最后在拉克斯的出现下 事迹被鼓舞了起来 拉克斯也尽自己的本事 去和阿迪斯交战了起来 可惜的是 依然失败了哈迪斯的魔法 最后拉克斯即将要拜北施 把自己最后 圣集的魔力都传给了纳兹 希望纳兹可以为公会的名誉来捍卫到底 就这样 他融合了拉克斯的与自己的魔力后 成为了雷炎龙 使出了雷炎龙模式 狠狠地把哈迪斯给教训了一番 逼迫哈迪斯交出了被封印的力量 恶魔之眼 其恐怖的压迫力 震情了在场的众人 就在大家对面前如此恐怖的哈迪斯 感到绝望时 那的因此 想到了杰达之前说过的话语 来到现在大家都懂得自己的弱小 或许一个人会感到害怕 以及无人的威力 那现在有了伙伴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 就不需要感到害怕了 因为我们都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那都被纳兹这番话孤独的士气 决定直到最后都不会放弃 这就是妖精尾巴的公卫的信念 而再次站了起来去进攻哈迪斯 就在这一个关键时刻下 哈迪斯的恶魔心脏被叉子组合给破坏 而自己魔力大减 受到来自纳兹的人的年王攻击象 就在台语变龙奥一改 红年暴雷刃将哈迪斯给彻底的击败了 就在纳兹众人引进了黑龙 阿库瑞吉的到来 虽然大家有尝试去进攻黑龙 但对黑龙而言是完全没伤害的 就这样却然以守卷守的形式 相依着公会的信念 绝对永不放弃 就这样被黑龙的跑向 连终天狼岛给击毁了 但就在这一瞬间 被处到会长眉笔师 以妖精之球给救了下来 便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得以解除和回归到公会 纳兹等人回归到公会后 马克思有心想要让纳兹 在七年后他们的实力 并开始加上了起来 不管是经历了七年时期的磨练 马克思竟然在战斗上 能够压着有着不错实力的他 他表示不满意自己的表现 瞬间用起了之间在恶魔形的片中 所获得了雷炎龙模式 把马克思给吓倒才得以获胜 但自己也因此想要太多而倒下了 狗雷便到处 他们的战力在这个时代有点落后 便提了去找玻璃西卡婆婆那里看看 有没有能够在短线内提升魔力的药 但只有温迪从中获得灭龙奥义的秘籍而已 接着为了让不景气的公会 能够再次登上回王国的第一名 而决定参加了三个月后 举行的大魔斗烟雾 那等人便开始在海边的三个月集训 为了让自己的实力可以提升起来 去参与最战 接着被巴鲁哥遥远近新灵界 来庆祝与伙伴们平安五十的回来 而意外用掉了三个月的时间 之后收到来自杰拉的邀约下 请求他们去调查大魔斗烟雾 期间 主持人类似杰弗人魔力的真面目 而从那位乌鲁亚提供给他们有关 第二魔法律的能力提升 这也使得众人获得了一定的魔力的进步 在大魔斗烟雾片中 纳兹等人被选中为比赛选手 来到了王都克罗卡斯 遇上了剑咬之物的死定和罗格 而到他们竟然杀了养育自己的龙 而感到愤怒 而律师的后续将发生了恩恩怨怨 接着纳兹等人采与了初赛 便以最后一名的名次参加了正赛 虽然一开始他们并不会在场的伙众们看好 但唯独有着工会成员们的支持下 会毕竟全力去获得胜利的 在路西被阿尔达以阿能手段才获得胜利时 他温柔的安慰着路西 便表示将来开启逆袭之路 所以参与了第二天的晋级项目战车 也不会是一场对战环节的 但实际上就会在交通工具上进走 感到非常晕车而完全动弹不了 但即使这样 他也很努力的向前迈进 曾经变好奇 也为了纳紫项目战车要那么的努力呢 毕竟以他自所知道的妖精尾巴 是不会记到所谓的实力名次 或者社会的眼光的 他而坚定的回答 是为了七年以来一直忍受着 不处的悲伤和耻辱 以及保持工会的伙伴们 能够让他们看到妖精尾巴 依旧能够持续的向前迈进 这样一来所剩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话一出 顺利感到工会的伙伴们 因此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同时也让在场的观众们 开始认同和声援着他们 就在史迪的弃拳下 纳紫页格基尔 帮助了工会获得一分 而打破了鸭蛋的成绩 结果纳紫在听闻宣来 已经输掉了一场比赛而已 却被自家的会长羞辱 而且还被驱逐了工会 那位对方完全不正的伙伴 便单枪匹马杀进去了 尖老师伍的居住地 然后对方的会长杰曼单挑 就来宣告 如果您输给我的话 就给我退出工会吧 就这样双方开始加上了起来 比如他一路逃犯了门宫 使得阶曼难以还手 这个阶曼才能被纳紫给击倒死 不料被即使赶回了 明年陆班给化解了攻击 这还抓住哈比当作人质 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的状况 他只好被迫接触了这个结果 只留下他们应该要好好的 珍惜着伙伴 这句话便离开了 在之前的晋级环节海战中 由于纳紫之间的冲动 导致明年陆班将气 出在了五谷的陆西身上 进一步让两家各位的战火即将引爆 就好在亚紫的劝架下才得以避免 别安排了后面的战斗再做还手 最终他来到了大家所胖的一场比赛 由要去尾巴的纳紫鱼格基尔 对上剑咬之鲁的死丁余洛格 解除纳紫鱼格基尔以压倒性的实力 压制了他们来打 让他们都被迫使出了龙之力来还手 后来纳紫鱼一把哥基尔送出了战斗 是如果也要以一己之力 来向面积的双龙迎战 在在腰尾攻卫拳的思念 以及信念的加持下 最终纳紫以灭龙奥逸 红颜暴炎热 击毁了双龙 而获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哥基尔带纳斯等人来到了竞技场的下方 从此就得可以跟尼斯那边 得到有关龙王纪的历史 以及黑龙阿哥洛基尔的事迹 虽然玄乃和王国队长阿卡蒂欧斯 带他们去到日式子门 来解释独观日式计划的全盘面目 这被突然出现了国防大臣丹顿 以及王国军给逮捕了他们 便把露西、薛乃及阿卡蒂欧斯都给抓走了 为了拯救露西而薛乃 那时与成员们兵分两路去执行作战 在拯救完毒西后 无意前被肥蜜公主打入自奈洛公 最后都在尝试去找出口 其次还遇上了王国的独立部队二郎骑士团 被对方挑战了起来 在这里他对上的是部队的石头领 其次的便把对方给打败了 最后他还来到一大大门中 遇到了和露西一模一样的未来露西 从未来露西的口中得知 上万条龙街的龙群会在为了这几天 开始欺击整个国家 得到很多性命都失去了 便在自己的眼中 那则为了他很努力的去面对 承清上万的龙群来交战 在最后能够的结果 却暂时在他的面前 感到极度的悲伤 这还使得他想尽办法去通过日式子门 就想要回到过去来找到对策 去避免如此悲哀的未来 那则听完后 从不怀疑露西所说的话语 变得非常温柔的感激着未来露西 因为他们的未来 特意回到了过去来通知他们 就是安慰着他 他一定会改变这一个未来的 接着在未来露西的带领下 尝试逃离出王宫 那被王国去的二郎奇德斯买富 而再次交战了起来 随着交战的期间 虽然有一股黑色的影子 把敌人都导致去地底下 而选了一个自称是罗格的未来人 而其目的是为了 叫执行日式计划2 也就是发动日式加农炮 去消灭龙群 原本那只得人以为 那些罗格和他们一样 有着同样的目的 日式之门的开启 Hulk 向着露西进攻 在拱其就较命中时 未来露西跳到露西的面前 亲自承受了这一集 那只看到未来露西 因是却过得奄奄一戏 但自己却无能为力 而感到非常心晒 知道未来露西说出最后的心愿 而离世 Hulk 感到极度的愤怒 前期的当初与他一起答应的约定 便决定要阻止未来罗格来杀害露西 这也表示 绝不会让任何人多守露西的未来 则被与面前的未来 罗格交战了起来 因为未来罗格向来作为大当的死定 剁手了其魔力 导致他即死时的雷龙模式 依然被骑给压制来打 就会自己差点被黑影 图示在地面时 便想起于未来露西的约定 一定要保护好未来 而再次振作了起来 此时的外面 因日式之门的开启 导致七条龙 1400年前来到的县世 是被未来罗格给操控 而开始破坏整个王国 此时随后也来到了外面 等于未来罗格再次交战了起来 问起未来罗格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 而未来罗格表示 不觉得未来都被黑龙阿哥勒家给统治了 所以自己当然以这七条龙的力量来打败他 并且成为新的统治者来统治世界 真的表示不会就这样让他得逞的 便当他聚集在四周的灭龙魔导士们 要一起反抗所顺利的龙群 这就是他们所谓灭龙魔导士的使命 就这样开始来进行人与龙的战斗了 就算那至于 罗格交战了一半时 被突然滚过了陆细给打断 甚至还看到刺激裸体的陆细 但看不出他有害羞的表情就是了 原来纳兹对于要打败未罗格这一点感到担忧的 陆细表示有着许多龙出来了 并且自己还差点被吃掉 而这一番话点醒了自己 便找到可以打败龙的方法 就这样借着哈比特帮忙下 好久了有着火焰之间的阿特拉斯·弗雷姆 早上出现阿特拉斯·弗雷姆的火焰来加强自己 原来阿特拉斯·弗雷姆他想要挣脱他的 但从中感觉到老朋友一个年的气息 对于不解的他到底和伊根尼有什么样的关系 经过了解后得到他是伊根尼的养子 绝对站出来帮助他来对抗未来罗格 时的那只还称呼他为大叔呢 就像阿特拉斯·弗雷姆的帮忙下 那只成功将未来罗格给打败 并且将其撞破了日式之门 导致摧毁了 使得龙群们以及未来罗格也开始 慢慢的从县世回到属于他们的时间线了 那对于阿特拉斯·弗雷姆这一次的帮忙下 非常感激他 而阿特拉斯·弗雷姆也表示 也会永远的寄着他而离去了 就像为了罗格要离去时 他认为现在的罗格是绝对不会变成像他这样的人的 而为了罗格表示着 自己的内心里有一股黑暗 试图想要反噬他 就像弗雷姆去的那一天才陷入了堕落的 所以告诉了纳兹 必须让一年后的自己一定要把握好弗雷姆 才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就像王国的邀请下 各个宫会都参与了其丰盛的宴会 唯独纳兹非常发烈的把国王的服装和王冠都抢了过来 全部自己才是国王而搞得人都非常尴尬了 不愧是他一路以来的作风 在太阳之村片中 因为公会在高摩托演武中获得最终的胜利后 公会瞬间变得非常出名 经常委托纳兹与格雷姆一起追溯任务 然后他们两又犯病而经常大打出手的 就在某一天 公会收到他来自圣神大摩岛 排名第四霍洛德星可乐委托 要去格雷姆前往执行 就这样最想想着一行人 陪着格雷姆一同去执行委托 从沃洛特那边得知到 从沃洛特那边前往继续大洋之村 到了太阳之村后 那是原本想要靠自己的佛音来解开的 但结果一段时间都没能成功 接下来遇上了来自寻宝猎人工会 风机密工的猎人 接下来对方是来获取村子的宝物 永恒之言 展开了一场交战 之后在把对方官人月之地给弄坏后 却将妻给打败 而继续尝试去解开冰中的太阳之村 此时的他帽是听到从冰中传着熟悉的声音 便跑去寻找该事物 中途一场暗黑工会默默指引了德利亚太 为他使用了魔法 把自己变成了小孩子的模样 导致自己感到惊讶 想要进行还手时 发觉不但只有身形变小 连魔力也大幅度的下降了 认为自己目前是打不明面前的德利亚太的 便忧使对方看在别处 选择线行离开 再想对策了 就在葛雷打败了德利亚太后 才使得自己其他人 得以恢复了模样 就在赶过来的露西一旁的弗雷亚 但是才得以确认了自己手提过的声音是来自永恒之眼 便了解到游魂之眼一定能解开树子的冰洞 便想尽办法去解开它 就在葛雷诗族去解冻永恒之眼 便还把一只独眼鸟给打败 当它鼓在祭坛上的小火焰 在下着熊全都软烧了起来 一趴了温迪死出了银河 指着火焰里头的阿斯达斯傅雷姆的灵魂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现在很高兴可以再次看阿斯达斯傅雷姆 不然他实际上阿斯达斯傅雷姆已经死去了 便化作为孙子里的守护身 从中透露出被冰洞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有个路过的人 把自己误认为是恶魔才被冰洞的 便想起有关END的事情 说到伊格尼也在400年前 都无法除以掉他的事实 最后阿斯达斯傅雷姆 以自己最后的力量 把存在他的冰洞都给解除掉 使得处理的罪人们都得以恢复过来 就这样他也开始好奇着有关END的事情 这里和伊格尼也和奇隆龙是种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在明斧之门片中 因为明斧之门向新生皮育院袭击 便还将雷神仲以及拉克萨都给打上了 在他望着斯座重商片挡在床上的伙伴们 感到非常的愤怒 想为伙伴们去折回一口气 所以在调查后 得到明斧之门的目标是圆皮育院的违缘 所以便出发去保护好他们 因此他与路西德人来到了前皮育院 米凯罗的家 先进帮忙去保护好米凯罗 就在此时 预算了明斧之门救给我们的柴狼 然后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 柴狼使出了自己的炸弹咒法 在自己的身上 发生了很多的炸弹 使得他身受重伤 那伊兰再者站了起来 表示自己找到了让咒法无限的秘诀 也会在炸弹进了领抱的那一瞬间 将其给吞下去 被柴狼吐槽 他会根本不是一个人类 所以之后柴狼转变成自己的真面目 但还是被那时的瑞零龙的机铁给打败的 所以在米凯罗的透露下 得到平原的恐怖兵器飞尸 这是明斧之门想要的目的 为了能够消除全大陆的魔法例子 保持有他们才能生存 只有那只在米凯罗的身上 得到了歧视 好奇为了明斧之门 足够能知道一些平原 平原都不知道的信息 快有人泄露了一些情报 才见急忙的飞向 前平原的议长的家 认为阿尔萨尔米拉会有危险的 在他到达后 发现原本刚来这里 保护议长的阿尔萨尔米拉都不见了 快被明斧之门 与议长的合作下被掳走的 得到十分的不满 便试图通过气味去寻找阿尔萨尔米拉的行踪 然后凭着残留的微弱气味 来找到了明斧之门的本部 便将天皮的议长给打败 然后便和弗兰玛斯相跟了交战 就在两人交战的过程中 尹走到了他们的身边 此时的那只感觉到尹的气味很像葛瑞 本来叫出来时 所以就被尹给冻在了原地 然后也关在了牢狱中 在这里 他发现了同样被关在牢狱的里莎娜 就会了解到米拉和阿尔萨已经被捕获 遇到这次的敌人非常强大 想进不来去逃离出来 那都没办法解开身上的绑子的手铐 现在菲斯刚解开封印的那一段时间 整个冥府之门的本部都震动了起来 而对于把劫无意间掉到他们的身边 便使用了把劫将手铐给砍掉 便后续还跑来来支援阿尔萨去伏击狂欢 结果自己和丽莎娜分开后 在对抗士兵的时候 遇上了讲证明语的戒夫 戒夫表示明误之门虽然说是属于他的出甲 但实际上的会场却是END 也就是他所知的最强恶魔 便很好奇最后来他的身边的是 纳兹呢?还是END呢? 而先行离开的 由纳兹与露西会合去对战面前的弗兰马斯 弗兰马斯使得自己的招牌灵魂 哈迪斯行则来进攻他们 原来他有尝试使用雷龙的模式来教训弗兰马斯 但被弗兰马斯给吸收了雷龙的魔力而不感到震惊 之后被压着来打 配合被抓着来吸收灵魂 但是伊朗不想放弃到底 进行了露西和哈比 要想着自己最宝贵的事物 自然就不会轻易的把灵魂加了出去 而这一番操作像让露西藏的一个好点子 假如他是心灵 让弗兰马斯释放他 避免跟着一起回去心灵界 避免他便能向弗兰马斯反击 以物理性质的攻击 将多个大石块往弗兰马斯那边一扔 就能得以打败了弗兰马斯 之后在冥王使掌的喜悦 让冥界时候开始吐掉纳斯灯人 但在露西的帮助下 召唤出心灵王 而心灵王透过心河之刃 将喜悦给解除 这也使得纳斯灯人得以脱离 结果这样 还与众人变名符责门的酒鬼们 才能在一场对战 纳斯和哥基尔对战的是 酒鬼们的特拉夫沙和暴风雨 草花便交叉了一阵子 但都没能占到汉风 并开始删出各自的绝招 特拉夫沙和暴风雨 使出自己的艾特利亚斯心态 而纳斯鱼哥基尔 更是使出了人鹰龙模式 以及铁鹰龙模式 却还开始赌气 如果随先打败敌人的话 就得为对方写一首 赞颂对方的歌曲 因为双方应该展开今天的交战时 纳斯鱼哥基尔却意外打到了对方 在那边互相骂来骂去的 一旁的特拉夫沙看不下去时 这也使出了咒法 天地会敏 难受大量带有毒素的水 来进攻纳斯鱼哥基尔 这人意识大部分人在水中使用火焰 但很快的就被有毒素的水 导致自己伙伴们都昏迷了 直到哥基也得到里比的帮助下 才得以顺利打败了特拉夫沙 最后在这里醒来 Hawk Fighter黑龙阿库罗吉亚 正向着他们的位置接近 而跟他激度的害怕 突然间 他已经牵了灭龙模式的身体 开始浑身发抖 放肆对黑龙有所反应 而且自己貌似停止了 伊格尼尔的声音 最后才发觉 原来自己一直在寻找伊格尼尔 其实一直躲在自己的体内 但自己一直不知道而已 伊格尼尔表示黑龙就要给他搞定就好 委托纳兹想尽办法 去从冥王手中得到END之数 也就绝对不能打开那本书 以及不可以把它破坏 而报酬将来是告诉给纳兹 所有想要知道的真相 这边前往去进攻冥王 如同蒂尔夫之五的死定 罗格也赶了过来 去一起进攻冥王 但冥王伊朗表现得十分贪婪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最后他们差点被冥王给杀害时 这时的格雷出场 以至于从老爸赢那边 获得了灭恶魔法 给凤结了冥王 最后和雷尔纳兹一同去对抗冥王 直到冥王也开始 认清了现实 施热自己的艾特赖斯形态 正是与他们进行的交战 宁王一度想要以死之记忆 把纳兹和格雷都给消灭掉 那被半死恶魔法的格雷给挡下了 最后他自今开启了龙之力 示范出灭龙奥义 不知佛心 红年凤王剑 种上了冥王 并配合着格雷一同 击败了冥王 最后纳兹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养父 伊格尼尔被黑龙中畅 而跑射了伊格尼尔 伊格尼尔也没想到黑龙竟然如此强大 并说出这些年来 都一直躲在纳兹的体内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通过产生抗铁来避免 灭龙魔导致龙化 以及需要好自己的身体 来找机会去摧毁黑龙 在伊格尼尔临死前 感觉着纳兹给了他一身龙最快乐的日子 给了他可以爱着自己的力量 而被黑龙给杀害了 他在感到十分的悲伤而开始泪流满面 不舍的伊格尼尔就这样离开自己的身边 让现在伊格尼尔说更多的话 想要分享自己学会了很多东西 一较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家 认识了很多伙伴 伊格尼尔表示 自己永远都会在纳兹的身边陪伴着他的 希望他可以再次振作了起来 好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看 只能纳兹向伊格尼尔保证 自己会坚强的活下去 终于一天会用自己的双手来打败黑龙的 在冥府之门 伊斯安后 伊格尼尔认为现在的自己不够强大来保护所有的人 对于哈比达的外出修行 就遇到了基尔大使 只为了过了两招 但依旧被秒杀了 之后甚至还拿出了包包 而擦擦新的旅途 直到一年后修行回来 反正挑战一下当时大摩的援舞的冠军队伍 起来一举就把在哪里所有人都打败 这个其实力还把整个竞技场与人的西武都给融化掉了 他还因此冲锋了作为记者的陆西 原本应该被抓进到了的他被王国赦免而无罪释放了 在陆西的顷刻下 再次与哈比大吃了一顿 也说起这一年以来的有趣故事 接着从中得到腰尾公会解散之事 便决定跟陆西一起将伙伴们找回来去重建公会 第一个地方便来到的是有着温迪和下路的蛇鸡之灵 因为温迪就去了他们的好意而感到非常心塞 之后却遇上了蛇鬼之奇的袭击 导致整个阵上都受到了怪物的攻击 取莉亚意外他受了哈比与温迪来到战场去作战 而那的感到不满竟然偷走了自己的哈比 也同样追赶了过去 在赶到了现场后发现蛇鬼之奇请了帮手 竟然是当初在恶魔行程的副会长布鲁罗特 但经过了一年的修行 他已经一个简单的咆哮攻击 所以就把布鲁罗特给烧成炭了 以此证明纳兹的实力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之后温迪在学历的安慰下 打起精神来 决定与纳兹他们一同手上重新摇尾公会的旅途 所以纳兹的人便来到了朱比亚所在的村庄 从朱比亚口中得知 葛瑞身上出现了灰色的花纹 而且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 则纳兹便带着露西与哈比 一同前往剑妖之府来去了一个情况 还在发觉到罗格去执行讨伐黑魔术教团的任务后 抢了过来 却警告着罗格要看好罗修 实际上是因为一年前的日式之门片中 为了罗格有透露到 之所以会被银子吞死掉 就是因为佛罗修被葛瑞给杀害了 所以要阻止这个贝亚的未来发生 不要把葛瑞给带回来 就这样纳兹的人潜入进黑魔术家里头 想继续把他去找到葛瑞 那被对方给抓了起来 直到露西与被一刀两断时 葛瑞即时出现救了他们 被透露出其实是在卧座卧底 目的就是要一网打进黑魔术教团 最后众人便来到黑魔术教团 所执行的进化作战的地点 在大大的骑行和立下 最终将黑魔术教团给击毁 同时由于葛瑞能够自由控制的体内的灭恶魔力 而不会发生杀死浮流于这个未来 这使得纳兹 恢复了原本开心的笑容 接着在回到了马格瑞亚城镇后 在露西向几乎所有的伙伴们 记住有关重见国外的信 使得大家都再次聚集在一起 便从废墟中找回公会的旗帜 甚至宣布妖精尾巴竟然要回归了 在最终章片中 纳子等人从梅森那边 得到公会被解散的事情 所以赶了过去西子大路来拯救马卡洛夫 其实遇上了护圣蛇顿的布兰提斯 会警告他们不应该过来找马卡洛夫 因为被他们给楼灵的 但依旧不放弃 最终得以救赎马卡洛夫而回到公会 这就回了马卡洛夫后 来到对方这样派往全部的势力来打击公会 去剁走妖精的心脏 这也表示有着秘密武器 可以用来对抗杰弧 使得公会全员都感到放心 因为当天晚上 展开了一场由阿勒巴勒斯帝国 与外围的战争 由于纳兹·温迪尔格吉尔作为飞龙队 前往去进攻对方阵营的 在意外踏上去船舰后 感到非常晕眩 让阿勒斯拉接手去对抗护圣蛇顿的阿吉尔 而他们便负责阿吉尔的干部成员 前一举都有打败了他们 偏还把敌方打上去 而让阿勒斯拉振作了起来 最后在阿勒斯拉和比斯卡的合作下 将阿吉尔给打败 而度过了第一天的战争 来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纳兹与哈比迅速的出发来到了 位于有着吉尔夫的军队 试图想引诱吉尔夫出来与他们作战 在吉尔夫出来后 那则便解开了右背上的笨蛋 然后以这一个秘密武器来打败吉尔夫 结果像吉尔夫 展开了一场怒涛般的进攻 对于吉尔夫好奇 其力量到底是来自哪里时 他诚恳的表示 这股力量是来自伊根尼尔 最后留给自己的宝物 用了将近十个月来解放他 那样魔力使用完了后 就不能再恢复过来了 等同于是伊根尼尔最后的威武了 吉尔夫看他面前有着如此门连魔力的纳兹 认为这一次自己应该死得去 虽然透露自己其实是他的个个 即使纳兹在四百年前已经死去了 然后复活为END 虽然是有冥府之门的会长是END 但实际上END只是挂名而已 最近冥王只是意外发现了END之书 才以这本书的名义来聚于恶魔们 去建立公会而已 这也表示纳兹是吉尔夫书总的恶魔END 不过纳兹打死自己的话 也会跟着一起死的 此时纳兹完全不在乎以及信赖这一点 其中想要秒掉吉尔夫的 就在攻击即将命中二吉尔夫时 哈比阻止了他 不想看到他就这样抛制掉自己的生命 以及作为朋友的自己 结果哈比也向他的承诺 一定会找到其中不让他死去 又可以打败吉尔夫的方法的 可是纳兹劝突然倒了下来 他也便把他带回去捧回吉尔夫 结果在布兰提时 因为帮助自己 把体内的帽子肿瘤的东西给变小 才得以战的心治好了 接待护圣蛇盾之一的杰克布来到了空会 把国会成员都用空间魔法 给传出去另一个空间 那也有破络了其母的帮助下 纳兹与陆琪等人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传送 并且杰克布交战了起来 其间杰克布抓住了自己 想不来看看衣物透明化的陆琪 来造成精神上的攻击 那表示完全没问题 令陆琪经常穿着比较暴露的服装 表示OK的 突然间 纳兹想了一个好主意来挣脱自己与陆琪 两人便开始配合了一场既浪漫又华丽的表演 而杰克布都感到非常害羞 直接把陆琪的服装回复回来 然后他与陆琪便瞬间反击了回去 所以在陆琪的好主意下 让杰明宁变成了杰克布释放出来了马铃 使出了空间魔法 让所有的工会成员都以脱离出来 所以他将杰克布给打败了 所以在布兰基斯的建议下 前往去接触魔导王 欧加斯特谈判 为了就是可以让欧加斯特可以因此收手 让同行的梅斯特串改了布兰基斯的记忆 向欧加斯特下手 得到欧加斯特发怒 这些想要秒掉他们时 同一时间 爱琳发动了Universe 1 把他们闯出到其他地方 佩尔格雷以及艾尔莎会合 重新朝向工会的方向前进 在战场上 原本纳指德人对户在英贝尔的 所以巨动化了布兰基斯 把自己与陆琪给强行带走 表示自己受到了台语陆琪的帮忙 不想障碍到他们 宣告着他们早点放弃 毕竟他们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就在此时 貌似暴走的赖哈特早上门来 表示要打败面前的台语陆琪 甚至表示他们是不会放弃战斗的 因为这是他们夺回工会的唯一手段 被把奈哈特给打败了 布兰基斯表示无奈 只好把那时间的肿油再次变大 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而倒了下来 所以还被提玛丽亚给袭击了自己陆琪 直到自己醒来 Hulk能够在提玛丽亚风雨的时间里头移动 并将其给打败 然后来到了陆琪的身边 就算发觉到陆琪一动也不动 以为面前的陆琪已经死去了 而让体内的恶魔种子爆发 所以END完全的醒了过来 变成了END的形态 走向了战场上 势必要将杰弗给打败 在这时碰巧遇到了葛雷 葛雷表示原来自己要讨败的END 竟然是面前的纳子 感到可惜 但是他绝对会阻止纳子的 此为END后的纳子 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理性 一心一意只想要打败杰弗而已 便打算将面前的葛雷残除 就这样双方才在一场激战 就在双方使了自己的致命一击 来进攻对方时 艾尔莎把他们都给拦下来 便问着他们 所以作为伙伴的他们要自相残杀呢 那至于葛雷看到锐流满面的艾尔莎 想为了自己当初 成了过不会再次让艾尔莎出气了的回忆 同时小维当年作为伙伴们 使用了点点滴滴 让他们的怒气点都消散而稳定了下来 艾尔莎还以马克尔夫的语气 拥抱了他们 会永远的一直爱着他们的 就在这时 主标以及路西等人也赶了过来 这才让他们感到更加的放心 原来自己的心爱的女人都还活着 可是此时的纳资圈倒了下来 都运动到可以休息的地方时 纳的身体开始冒烟 体温一直的持续下降 而在他的体内发生着一些事情 在了内心世界中 看来一直变来变去的幻影 开始讲解一些自己当年的经历以及故事 现在身上的围巾是一个年的灵片 被有安娜所缝制出来的 最后引脚这纳资来到内心的最深处的地方 看见了利格尼尔 利格尼尔表示着 他的体内有这两个种子 特别是学会灭龙魔法的龙种 以及作为恶魔的恶魔之种 另外就是因为这两个种子 试图融合了起来 而他即将要死去了 被让他选的其中一个 来确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是要成为一条龙吗 还是要成为恶魔呢 但是想为了当年的种种回忆后 很快就得出了答案 既不想成为龙 也不想成为恶魔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普通人类而已 是妖精尾巴的纳资·多拉格尼尔 这个决定使得体内的两个种子 开始碎裂 易格尼尔鼓励着纳资去向前迈进 而离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特地醒了过来 警官的纳资感染着陆续 与哈比对他的照顾 就在此时由于艾琳的死亡 而在U-1慢慢的开始解除 回到陆续的家中 他们便决定出发去公会 这时遇上了伍比亚他们 就得到格雷失踪了 但是才想到格雷可能会做傻事 便急忙冲向了去公会 就在他及时赶到来公会后 阻止格雷即使很处 带有消失属性的绝对兵杰 不想看到格雷就这样牺牲掉自己 虽然说之前的他们 都互相把对方是敌人来看 感到非常憨愧 但还是想要和格雷一起做一个好朋友 要一起继续的活下去 所以接下来无论输还是赢 他其实是绝对不会死的 只得灭气的杰夫感到越来的兴奋起来 那便开始于自己的各个杰夫教授了 就在双方教授之时 突然间拉凯德来到了公会 让自己感到昏昏入睡的 并还想让杰夫杀掉自己 但很可惜拉凯德却被杰夫一招给秒杀了 并表示自己没有孩子 然后再次的纳斯交账了起来 此时的杰夫感到非常矛盾 有时称呼纳斯为END 有时却称呼住本名 透露出自己的真正目的 是利用梅喜斯的咬进心脏 来造出新日式之门 所以同个新日式之门 来迁远一个前行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他那子一家人 可以幸福地过着美好的日子 他的完全不想理会这些事情 想要以龙之力模式将他给打败死 突然间梅比斯挡在他面前 不想他打败杰夫 但杰夫劝将梅比斯抓了起来 所以从中吸收了梅比斯的魔力 变成了摆魔导式的形态 全然之后纳斯使出了炎龙的崩泉 命中了他 让他通过时间之力让自己重组了起来 一招便把纳斯给放倒了 结果杰夫当时前往去新日式之门时 纳斯却再次站了起来 身口都慢慢的痊愈了 准备再次对战杰夫 结果纳斯依靠着工会 以及伙伴的信念下 彻底烧毫了杰夫的魔法 将其给打败了 之后被让梅比斯完事件的部分后 便离开了工会去见路西等人 原本在路西改成了END之术后 那是应该是完全没事的 但突然间 劝霞在路西的人面前感到非常沮丧 实际上是因为黑龙 独自的时间奉献了魔力 把所有的灭龙魔导师 吸引了时间奉献 为了就是来抑制自己难以控制的魔力 结果灭龙魔导师都纷纷醒过来后 当然并开始向黑龙展开一场总攻击 虽然大家都搁置施展出自己的拿手本领 但已然才来不了黑龙半根毫毛 发辈黑龙给压制来打 结果路西集结过来的全大陆魔导师的魔力 施展出妖精之球 而他们也将剩余的所有魔力传给了纳兹 打算以聚集起来的气焰龙的力量来决一死战 结果在那时的努力下 成果将黑龙给打败了 就在战斗结束的一年后 路西发表了小说作品 伊丽丝的冒险让她获得了新人大奖 因此关键的成员来到了现场为了加油打气 顺便庆祝一下 此时的安娜也来到了现场祝贺 看了表示 之所以和路西在一起很安心的原因 就在战斗结束了 是因为她和安娜的气味很相似 日时的歌迹还吐槽 是因为你可是很喜欢这安娜的 然而纳兹的劝装杀表示 那又怎样呢?暗示两轮的关系不一般 在业会结束的第二天 纳兹邀请路西前往工作 可以表示今后都会一直和路西在一起 就像纳兹与众人开一百年后的挑战出发 来开始一段全新的冒险 以上来本期视频 纳兹人物这所有内容了 喜欢通过这期视频 可以让大家来得到更多有关纳兹的故事吧 接下来说一下我对纳兹本人的看法吧 那就像是典型上来热血们的男主 随时那种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非常适合的一位角色 在那方面有着独特的一套作风 不如说忙就玩似的 会通过思考来找出最好的作战计划 在上从来不单打独斗 因为作品本身就是惯了这公会 伙伴就是加了这一个信念 对于在纳兹的身上会无限放大 有伙伴在这里的身边 继续得无限普选 无限加强 永不放弃去打败敌人 加上纳兹本身的绅士设定也蛮开挂的 自传人中黑魔导是杰弗的弟弟 杰弗士术中最强的恶魔 以及佛龙王英格林的阳子 全部同意起来 在阳兹的公会伙伴的信念加思想 有种什么敌人都能打败的 说是这么说 但我还是觉得他答应公会的阿尔莎 拉格萨斯尔尔基的大师了 因为属于是自己最准定的存在 我们要出不了全力的 如果安纳兹本身的成长 我个人蛮看好伊根尼尔在他的心中的地位 因为伊根尼尔可以说是他的所有 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见到伊根尼尔 那也在其中慢慢的认识到公会的伙伴 直到一个家的温暖 懂得珍惜失误 所以在伊根尼尔时远的那一段 那也是真的感到心疼以及悲伤 那希果在伊根尼尔临尸前的安慰下 他在这振作了起来 可以向前迈进去走向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耐心观看 我是书豪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